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盛产好茶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读这本书 《江西旧地方志茶叶文献会考》 作者是青年学者万光明 他热衷研究江西地狱文化 对江西的文化传承文化符号的建立有独到的见解 江西茶的历史很辉煌 有记载是这么夸江西茶 说唐载茶经 宋称绝品 明清路贡 中外持明 其中唐代茶圣陆宇写的《茶经》 是世界上最早的茶文化专注 被认为是茶文化的百科全书 书中蕴含着大量江西茶的文化元素 事实上为了写这本书 陆宇在江西生活了很多年 通过考察江西深厚的茶文化 极大的丰富了茶经所需要的原始材料 陆宇是湖北人 他之所以离开家乡 到江西来旅居 有人说他就是怀揣理想奔赴而来 陆宇爱茶成狂啊 而当时江西呢 就是著名的产茶区 福良是当时东南亚最大的 茶贸易集散中心 那唐代白居呀 写下商人重力清别离 前月福良买茶去 那产地优势 深厚的茶文化就吸引到陆宇 多次呢游历展江西 先后考察了江州 红州 牢州 吉州等地 并轻生呢 参与体验 种茶 采茶 制茶 等一系列茶室活动 其中啊 他在牢中 在上牢 旅居了快十年 不仅专门盖了房子 还开辟了好几亩茶园 挖了一眼山泉 精心培育茶树 制作茶叶 这段时间 他做了大量的笔记 也为之后茶经啊 储备了丰富的素材 茶经呢 只有七千多字 却被后世誉为 茶文化百科全书 这个书啊 对茶的起源 制茶用具 喷茶的方法 饮茶风素等等 做了详细介绍 其中呢 就蕴含着丰富的江西元素 陆宇认为 江西茶之所以品质优良 和这个江西的好山 好水 好土朗啊 密不可分 我们先来看看 江西的好水 水为茶之母 水啊 能直接体现茶的色香味和形 明代茶书就说呀 精明蕴香 借水而发 无水不可以论茶也 这明茶 明水 焦香灰映 所以呢 古人喷茶呀 都是想方设法呀 要找到那明泉加水 陆宇呢 也不例外 他尝遍了清泉好茶 就评选出天下十泉 其中啊 展江西 独占四泉 我们来看哈 位于庐山的 就有天下第一泉 叫古莲泉 还有天下第六泉 招颖泉 以及呢 位于上饶的天下第四泉 陆宇泉 还有詹南昌 天下第八泉 红崖 瀑布泉 这陆宇平水 到底有多厉害 唐朝监察水记啊 有记载 说当时啊 刺使李继青 去湖州赋任 路过扬州 就碰到了陆宇 这李先生呢 早就这个仰慕陆宇 就盛情邀请陆宇呢 一起吃饭 习间 李说呀 这陆军擅茶 天下文明 这杨子江南陵水 离我们比较近 被你呀 也评为天下第七 能不能吃茶一碗 于是呢 李派两名士兵 去取这个南陵水 水取回来了 陆宇 尝了尝 断定 这不是南陵水 而是附近的江水 这士兵慌忙争辩啊 哪里敢作假呀 这陆宇呢 就将这个桶中的水啊 给倒掉一半 再尝了一尝 嗯 这才是南陵之水呀 这个士兵当时就傻了眼 红着脸道歉 说我们取水呀 快要靠岸的时候 因小舟颠坡 桶中水呢 撒掉了一半 我怕被责怪 于是呢 就近取了江边水来填汁 李济清见状说 陆军真乃神人也 我们还是继续说回咱江西的好水啊 唐代马代呀 在这个庐山诗当中说呀 别有一条头见水 竹筒导引 陆茶称 这苏东坡的弟弟苏哲呢 在这个游庐山当中也说 沿头悬铺 监察足 辖口惊雷 犯夜迁 另外苏东坡 严征清 王宇称等人 也是对江西的水呀 评价极高 江西呀 不仅有好水 更有好山好土 陆语说 江南茶区有鄂州 圆州 吉州 你看 圆州吉州都在江西 就现在宜春和吉安 江西之所以自古出明茶 除了这个气候因素啊 富含微量元素的沙粒土壤 那也是重要的条件 另外高山出好茶 明代城乡就说呀 乌崖西境 香隆之 什么意思呢 就高山茶这个品质 之所以那么好啊 是因为在云雾中 吸收到了隆之的缘故 江西 明山众多 卢山 井冈山 三星山 隆户山 那都是重要的明茶产地 好 欢迎回来 东汉至今 江西一直呢 就是产茶大省啊 也是公认的好茶产区 在唐代 南昌的白露茶 九江的卢山茶 还有雾园的西州茶 以及宜春的芥桥茶 都是当时啊 风靡全国的明茶 两宋时期 全国有六大极品明茶 江西呢 占了一半 三个席位 有谢元 双井 和黄龙 另外啊 咱还有高安产的 黄薄茶 在当时呢 被称为是茶中绝品 元明两代 永丰茶 安远的九龙茶 伊阳的木坑茶 宁都的灵界茶 那都是进贡朝廷的明茶 四方争重价构之 到了清末明初 深受茶商青睐的江西茶呀 已经多达上百个品种啊 江西茶业的商业品牌意识呢 也开始觉醒 你让卢山的云雾 修水的凝红 河口的河红 浮粮的浮红 还有雾园的绿茶 碎川的狗谷岛 都是当时啊 享誉世界的知名茶业品牌 江西有好茶 世人争饮之 唐代白居易呢 就特别爱喝江西茶 说这个44岁的这个白居易啊 被贬到九江 当江州司马 那喝茶呢 成了他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 他还脱家呆口 干脆在卢山 香卢丰 建了这个草堂 开辟茶园 亲自呢 种茶 北厅昭客 那简直就算得上是草堂营销推广师啊 说 疏散 郡城 同野客 悠闲 官舍 抵山家 小展 吹陪 长冷酒 生炉 敲火 至兴 茶 那意思呢 就朋友 我在卢山 建了个草堂啊 欢迎各位 有空 找我来喝茶 喜欢 以茶会友的名士呢 那黄庭坚 肯定是其中之一啊 他不仅爱喝茶 还凭一己之力 使他家乡这个双井茶呀 成了著名的名茶 他这个黄庭坚的老家 在坟宁 也就现在修水啊 修水啊 盛产双井茶 黄庭坚爱喝茶 那出了名的 他的朋友呢 都开玩笑 戏称他呀 是分明一茶客 他如果得到了上好的 这个茶叶呢 不但会自己啊 细细品茶 他还分享给他的 最好的朋友 和朋友一起来品茶论道 还写诗呢 说有一次 黄庭坚 收到了从家乡寄过来的 上等的双井好茶 但是迫不及待呀 分出一部分 快马加鞭 给他的好友 谁呀 苏东坡 给他送去 和茶叶一块送去的呢 还写了一首诗 叫双井茶 宋子沾 说 我家江南 摘云鱼 若未飞飞 雪不如 什么意思呢 我家乡 从云城里啊 摘下最肥嫩的这个茶叶 哎呀 石墨碾碎之后 细细的呢 连这雪啊 都比不上 这苏东坡呀 收到这个茶和诗之后呢 回诗一首 说 江夏无双 众其名 鲁英六一 跨兴书 磨成不敢 富同仆 自看汤血 生鸡珠 意思 你这茶 这是天下第一 我必须得 自己动手煮茶 来观赏 茶汤之美 除了黄廷坚和这个苏东坡 这欧阳修啊 对这个双警察呢 也是赞不绝口 他曾经做过一首诗 就叫双警察 施中说呀 说双警察品质呢 之所以那么好 首先呢 是这种茶呀 他萌发的很早 说 穷辣不寒 春气早 其次 这个茶叶细嫩 说十斤茶养 一两牙 古人喝茶呀 那都是看 监主 耕影 眼碎 来冲泡 太复杂了 那鹿鱼煮茶那伙呢 还得加盐 苏东坡他们呢 还喜欢玩这个豆茶 那现代人用开水 直接泡茶这个方式啊 那是一直到了明代 才开始流行 这种流行 就和江西的一个名人有关 谁呀 朱全 朱全是朱元璋第十七个儿子 也是八大山人 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他的封地呢 就是南昌 死后呢 也是葬在南昌 朱元璋是农民出生啊 他登基之后呢 一他是想给茶农减负 二呢 他也看不惯的有钱人 什么碾茶呀 点茶呀 豆茶的奢靡之风 他就瞎立 废除进贡团茶 大家呀 直接用散茶冲泡就可以了 朱全 作为皇子啊 就写了一本书 叫《茶谱》 将自己对饮茶的经验之谈 心得体会呢 做了一番梳理和提炼 他就认为 泡茶还得翻谱归真 没有必要加那么多太多的东西 什么盐大糖啊 都会夺走茶叶的原味 所以呢 用开水直接泡茶 那才最好呢 对于这个茶具的使用啊 前人喜欢用金 银 铜 朱全就认为 茶壶用瓷器的是最好 茶勺用椰壳的是最好 茶谱说呀 说重新改意 自成一家 这种以文字记载的方式 来推广开水冲泡茶呀 朱全是史上第一人 所以呢 有人说 朱全是最早开创泡茶法的人 那到了近现代 湛江西的凝红茶呀 那也是名声远扬啊 说民国时期 上海茶室 香港茶室 有一个不成文的行规 说凝红不到庄 茶室不开箱 因为这个凝红茶呢 算是整个茶叶市场品质 档次最高的茶叶 凝红茶把这个价格定下来 你其他品质的茶才能够出价格 可以说呀 凝红茶就是当时茶价格的红像标 光绪十七年 九江茶王罗坤化 对凝红茶呢 进行了一些改良 他做了一百箱红茶 送往汉口销售 当时俄国太子啊 正好到武汉游历 见到这些红茶呀 香高味浓 茶汤红亮 品质极佳 哎呦 这俄国商人呢 就出高价来购买 俄太子啊 还赠送了一块匾 香精的长匾 上面就写着八个字 叫茶盖中华 驾驾天下 从此呢 这凝红茶 另外一个名字 就叫太子茶 元宵海外呀 这江西茶呀 地韵深厚 千年茶史 是明珠璀璨 好 继续回来 江西市产茶明区 这历史呢 可以追溯到东汉 庐山志有记载 说东汉时啊 就有生旅 在庐山上栽种茶树 备制茶叶 到了唐代 随着茶道的开辟和兴盛 江西茶叶呢 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说福良 物源一带 在当时啊 不仅仅是著名的茶叶产区 而且呢 是重要的茶叶贸易集散地 全国三分之一的茶叶的买卖 都在这个地方 当地啊 是民风淳朴 买卖公平公正 考古学家 在物源的一个村啊 还发现了一块石碑 上面刻的是公益茶规 就为这个村民啊 买卖茶叶 立下了一些规矩 比如村里集体商议 统一价格 统一称粮 如果有人私自台价或降价 查出之后 就罚他 要请全村的人 看一台戏 同时啊 还要罚款无量银子呢 这些茶规务实给力 就为当地茶叶贸易 井然有序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到了宋代 江西茶叶的产量啊 大增 名列全国前茅 根据宋史记载 说当时江西 占到整个江南茶区的三分之二 占到全国茶区的三分之一 产茶地啊 几乎覆盖了全江西 茶叶贸易极度繁荣 以至于呢 路由是这么写的 叫村须卖茶 以成事啊 就村里都能卖茶 到了元明清时期 江西茶区不断地扩大 加工技术也不断地成熟 名茶是不断地出现 茶叶贸易也是由全国 不断扩展到了海外 你像庐山云墓茶 井刚翠绿 还有狗股脑茶 物源茶 还有这个牢州绿茶 浮红 凝红等等 在国际上享有很好的声誉 二十世纪初 江西茶 那达到了一个顶峰 一九一五年 首届巴拿马太平洋 万国博览会 咱江西四大茶叶品牌 就浮粮茶 狗股脑 物源绿茶 还有凝红 获得金牌 那当时影响力 是一度碾压了某台酒 那到了近代 江西茶这个贸易地位 稍微有点回落 这一方面 斯里兰卡 印度这些国家 开始大规模的种植茶叶 那我们国家的茶叶出口贸易 就受到了影响 那同样的江西茶也在其中 另外 抗战期间 江西茶厂遭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全省一百五十五万亩的茶园 几乎全部被炮火摧毁 仅有物源两三个县得以保存 抗战胜利后 江西茶厂才有所恢复 但是外销的数量只剩下了数千响 在江西茶业贸易的发展历史进程中 将有商帮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涌现出不少优秀的茶商 他们已成竞商 为江西茶商赢得了好的口碑 你比如清代物源茶商 他一辈子宁可失利 不能失忆 套原限制就有记载 说有一年 朱老板去珠江贩卖茶叶 长途跋涉 就导致这个时间一过 新茶都变成了陈茶 于是他在卖茶的时候 自觉的主动竖了一块牌子 写着陈茶两个字 已是不齐 应该说 经过众多茶商的不懈努力 他们在成就自己事业的同时 也推动江西茶业经济的发展 近些年 我们江西茶也是持续发力 在努力增加产量的同时 主推四绿玉红 打造有机生态茶园 促进茶叶的出口贸易 我们从政茶叶辉煌 江西一直在路上 把我怀疑回来 饮茶既是一种物质的享受 但也是一种精神的享受 由饮茶形成的茶俗呢 那就是一种显示 民风素养 寄托感情的精神财富 江西作为茶叶大省 拥有丰富多彩的茶俗文化 这江西境内兴盛的茶亭啊 就是茶俗的一种精神表征 你让江西茶亭开始于一千多年前 说这个务员呢 有一位阿婆为人很慈善 在一座凉亭下面呢 摆了一个茶摊免费 让过往的路人呢 随意饮茶 这阿婆去世后 同村的老乡 为了纪念阿婆 纷纷效仿她 在凉亭下面呢 摆设茶摊 免费煮茶待客 而茶亭的推广 则要说到另外一个人 得益于朱熹 朱熹回乡扫墓 途经一座免费提供茶水的凉亭 跟外地这个饮水要投钱 这个习惯呢 是截然不同 朱熹对此呢 十分的感动和赞赏 就在家乡啊 大力推广 很快呢 茶亭就盛行开来 茶亭提供的茶 被称为方便茶 或者叫大陆茶 有一种童谣啊 说明了江西茶亭的兴盛啊 是这么说的 叫粉墙带瓦 枪角屋 乡村都通石板路 五里十里建茶亭 来龙水口 参天树 说起茶亭 陆宇和严征青之间 也有一段茶亭佳话 说这个严征青啊 当年啊 调任胡州 任这个刺史啊 他这个到来啊 就吸引了一大批文人末课和学士 他们就经常聚在一起 举办这个茶宴 迎师作对 其中呢 就包括陆宇 那个时候陆宇很一般的 他只是经常在山野间呢 巡查 生活很不稳定 经济呢 很窘迫 想分享好茶呢 给知音好友 就苦于什么呢 没有一个场所 为此 严征青掏钱 专门建造了一座茶亭 因为建庭的时间 恰好是鬼丑年 鬼卯月 鬼害日 所以呢 干脆就叫三鬼亭 严征青呢 还写诗说 刷构三鬼亭 实为陆生故 意思呢 就刷的一下 就建起了这个三鬼亭 为的呢 就是陆军 陆宇 当时啊 严征青六十多岁了 陆宇呢 此时出头 相超了二十来岁 身份上 一个是官员 此时 一个是不以百姓 年龄身份的差距 就在这么一座茶亭之下 荡然无存 只留下一杯关怀的清茶 一段有情的假话 我们刚刚说的是茶亭 接下来 我们得说一说茶馆 茶馆呢 当然就是茶属的一个很重要的载体 江西茶叶兴盛 自然是茶馆遍布各地 其中呢 当属咱南昌茶馆呢 最多 南昌的茶馆 你可以追溯到唐朝 茶馆 在当时的南昌 那算是一个重要的行业 很多市民 在闲暇时啊 就爱聚在茶馆里 聊天 喝茶 赏曲 其中 这个表演 道庆呢 是南昌茶馆的一个保留节目 非常的跑步 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 这茶馆逐渐 成了商业买卖文化活动的场所 俗称什么呢 茶会 有商人 边饮茶 边谈生意 文人呢 则是品名作诗 在明代 南昌有很多的文社 你比如 豫章社 藤王阁社 还有江田阁社等等 文社的才子 是定期聚会 以茶助兴 写了不少的诗作 你像这一首 藤王阁 是这么写的 云流响味 茶香度 波汗如江 剑影莲 意思呢 天上的云啊 滞留不动了 可能呢 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客人的饮茶 这个茶的香气啊 吸引了他 这个有点夸张啊 但是也可以看出来 文人对于茶 那么一份热爱 我们南昌有一条路 叫蝶山路 蝶山路呢 是为了纪念南宋爱国诗人 谢蝶山而得名的 这个谢蝶山呢 是江西一洋人 他和文天祥呢 是同榜近士 他就喝茶 有着深厚的渊源 他本来就种茶 酷爱饮茶 那南宋灭亡后呢 他就从江西 跑到福建 归饮到安息 他到了安息之后呢 鼓励当地的山民啊 种植茶叶 这老百姓为了感恩谢蝶山 就把他呢 尊为茶神 那除了茶厅和茶馆呢 还有不少的茶书 影响着江西人的日常生活 我们江西呢 素有尊师宗教的传统 以前呢 这学生家长送孩子呢 读这个私塾 开课的那一天 一定要准备一份茶叶拜师礼 就祝愿这个私塾高雅芳香 到现在哈 你想不少的地方 学生拜访老师 也要泡上一杯好茶 以示敬重 这叫拜师茶 在艺术方面 茶叶和民间这个歌舞结合 又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茶俗艺术 汤贤祖呢 就记载 说在他的家乡福州啊 在月光明亮的晚上 不少人喜欢坐在桥上 喝酒喝茶来唱歌 很是惬意 还有啊 因为采茶而形成的干男采茶戏 那算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被田汉誉为 中国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有不少剧目啊 那都是上百年长眼不衰呀 历经前年的茶叶种植和茶叶生活 为江西的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呢 也积累了深厚的茶书文化 江西茶本身就像一款厚重 优远的茶 历史越久 茶香越浓 好的 这就是今天的读书料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五晚上八点老时间读书料理 我们见读下 主读书料理